大家好 我就老人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这表直门新表体验 在今年3月的日内瓦表展期间 我跟大家介绍了地多品牌所有的新款腕表 而这其中呢 有两枚潜水腕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个呢就是B1系列全新推出的五四型表款 37mm的表镜让我们这些小腕子惊呼内行 还有一枚呢就是升级了机芯 搭配了全新的五链接表带的B141mm小红盾 今天这期节目 我刚好蹭到了这两枚新款腕表的实物 那就让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看 这是不是今年夏天两三万价位里 你最值得购买的潜水腕表 首先咱们先来聊聊这枚五四型 毕竟是今年B1系列中一个全新的表款 这枚腕表也引起了很多腕表爱好者的关注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这枚腕表的外圈上没有小刻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其实你都能从一枚1954年的帝舵Submariner找到 所有人都知道1953年老历市推出了他们家的第一款潜水腕表 Submariner系列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水轨系列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仅仅在一年之后 帝舵就推出了同样名叫Submariner的潜水腕表 这两枚腕表当时在设计风格上极为相似 而且他们还共用了很多零件 比如说表冠还有指针 老历市和帝舵用的都是一样的 但不同的是 帝舵家这款编号7922的潜水腕表 它的第一批用户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而是法国海军 所以这件事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法国海军看中了老历市当时推出的Submariner 但是呢 他们又觉得老历市的这个品牌是否太招摇 怎么办 老历市也想做这个生意 那表可以让帝舵出马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帝舵就成为了法国海军很多年的万表供应商 直到1983年才结束了这层合作关系 所以现在你再看看1954年的那枚7922和现在这枚全新的54型帝舵万表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新款万表叫这个名字 用这个尺寸做这样的外观设计 两枚万表看起来非常的相似 唯一的区别就是当年那个奔驰针啊 现在不太好用了 所以在分针的选取上换上了帝舵自家的雪花针 37毫米的尺寸和当年的7922一模一样 包括整个表壳的造型轮廓 还有这个凸起的表径 都完全依照了1954年初代版本的设计理念 甚至于连它的表冠都是当年的造型和尺寸 放在现在一众潜水万表中啊 这绝对是娇小的存在 尺寸虽然小 但是它整个表圈和盘面的布局 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匀称的 盘面上的刻度石标也和当年7922上的三种方式一样 包括细长的三角形12点钟位置刻度 原先地多的小红花现在变成了钝形的标识 还有呢3693个位置的长条形刻度 以及其他石标的圆形刻度 现在更加精致了 有了金色的香标 还有更加耐用的夜光涂层 6点钟位置的这几行小字也发生了变化 原先的股东表是100米防水 在当年那是极其先进的存在 而现在五四形200米的防水也是非常主流的存在 而在纸针的设计上 现在的五四形更像是一个新老的结合体 它的秒针回归了当年经典的棒棒糖纸针的设计 石针的前端用的是地多 现代感更强一些的雪花针 当然如果用了奔驰针的话 这就真的水鬼土豆分不清了 至于腕表的功能非常简单 你又不可能每天带它去潜水 所以它还是一个日常通勤的表款为主 表圈有单向旋转功能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倒计石 其他就没啥了 就是一枚极致简单 想到了拿起来就带手上 刮风下雨都不怕的通勤腕表 这枚万表的机芯呢 也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它来自于地多资产的MT5400系列机芯 其实很多朋友在挑选一枚地多B1系列万表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有的机芯是MT开头 那么五四几几和五六几几机芯 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非常简单 所有MT开头的机芯 代表了这是地多近些年来推出的自产机芯 它们是从2015年开始正式推出 搭载自产机芯版本的万表 而在近些年 地多逐渐加大了自产机芯使用的范围 它们上次表展也说了 希望在接下来的三五年里 能够让所有的在售地多万表 都用上自家的MT系列机芯 至于说后面的数字 五六五四和五二 这三个系列开头的数字 主要代表机芯尺寸的大小 五六系列和五四系列都是70小时洞储 五六系列一般用在表径大于40毫米的万表上 而五四系列用在37到40毫米之间的表款 至于说五二系列 主要用在地多B1系列的一些女装万表上 上手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枚万表拿在手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 这表怎么看起来这么小 很像个女表 而当它戴在你的手腕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嗯 好像我真的不再是个小腕子了 我们量了一下 上下表尔尖端的距离是46毫米 这个尺寸 如果你的腕围是从15到17厘米的话 戴在手上就真的戴出了一枚通勤前手腕表 该有的样子 另外呢 就是因为腕表尺寸小 所以截完表带之后呢 戴在手上基本上120多克 真的很轻 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对小腕子非常友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表扣尺寸 这也是这两年D多B1系列新款腕表我非常喜爱的一点 整个表扣的尺寸呢 并不大 戴在手上也更加舒适 而且呢 现在的这个微调方式呢 非常的简洁 轻轻一拔一拉 就可以快速实现微调 冬天夏天想找个舒适的佩戴方式 那也是非常便捷的 我个人总结下来 就是戴着舒服 拍照好看 而且增加了你夏天的万维自信心 当然这枚腕表呢 也有几个让我觉得不是那么满意的地方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之前节目中曾经说过 这个表扣尖端这个钝形的尖啊 做得太尖了 相信我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勤尖指甲的人 你每次抠开这个表尖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痛苦 第二呢 就是我觉得盘面上啊 六点钟位置真的没必要写这么多字 本身表盘尺寸就小 我个人觉得写个200米防水这一行就够了 至于下面的两行认证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大家都知道你走得准 写不写没关系了 好五四系列就聊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今年新款的小红盾吧 其实在表展上 我看到这枚万表实物的时候 我是特别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整个B1系列当时能够引起很多万表爱好者的关注 就是来自于当年的那枚小红花 为什么当时叫小红花呢 因为它12点钟位置当时还用的是帝多复古的小红玫瑰花的造型 最早的小红花开始用的还是一塔机芯 后来没多久就换上了帝多自产的MT系列机芯 为了体现跟一塔机芯版本的区别 就把12点钟位置的复古风格小红花logo换成了帝多常见的盾标 自此之后呢 这枚万表也就变成了小红盾 而今年的帝多B1小红盾 由内而外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盘面表针呢 跟老款差不多 只是这个秒针跟54型一样 换成了新的棒棒糖指针 现在新款增加了中间抛光的五链接表带 这个表带跟老力士的五柱链 远看很像 近看也很像 摸在手上的手感也挺像 怎么讲呢 配合B1系列的壳形和复古的表圈 这又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 与之相对应的是 表扣也换成了跟54型一样的新款 也带一个尖尖的小盾标 但是因为配合中间抛光的表带 所以这个表扣的中间截也是抛光设计 这一点跟老力士又同步了 之前我一直没有想通一件事 就是你小红盾这样一个三针版本的万表 为什么厚度那么厚 现在呢 他们做薄了一些 厚度应该是不到13毫米 配戴的舒适度也有一些提升 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就是这枚万表的机芯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现在新款机芯的编号呢 叫MT5602-U 后面这个杠U很有意思 代表了它通过了另外一家瑞士万表认证机构的认证 它的名字叫METAS METAS在滴舵家把它称为大师天文台精密实际认证 而在隔壁 Omega人家把它叫做至真天文台认证 你没看错 这枚地堕万表的机芯 现在通过了Omega主导的那个认证体系 所以它现在也具备了每天0-5秒的走时误差精度 同时还具备Omega引以为傲的15000高斯防磁能力 上手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枚万表又把小万子打回原形 毕竟41毫米的表径 而且表耳上下端之间的距离达到了50毫米 对于万维时期以下的用户并不是那么友好 但是这次全新加入了这个五链接表带真的非常不错 一方面呢贴合度更好一些 复古风格更强点 而且我个人觉得相比传统的版链 这种链接的表带 其实更适合这种复古风格的前身万表 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些购表小建议 其实我个人呢是地多B1系列万表的爱好者 如果你喜爱复古风格 你如果自己去淘那些二手万表 或者那些股东表的话 那是一件非常让人崩溃的事情 因为你要有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精力去学习这些知识 然后呢你还可能会花很多的冤枉权 还不一定买到了你想要的万表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B1系列万表比较喜爱的一点 比如这枚五四型 如果你也喜爱当年的7922 六七十年代生产的万表 你现在敢花几万十几万块钱去买吗 我个人觉得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万表消费者而言 这都是不太可能去做的一件事 在地多你可以花两万多块钱买到风格造型 非常类似的相对应的表款 而且呢日常通勤使用各方面的性能也让你比较安心 售后又有五年的质保 而且他们家自产的MT系列基辛 经过这些年的市场考验 整体的反馈还不错 不管是我手上这枚五四型 还是我非常喜爱的1958 抑或是那种非常独特的B1 P01 还是说我手上这枚经典的小红盾 它们都能给你带来足够的复古感 而同时你所要支付的代价 也仅是一枚劳力士热门万表 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而已 所以我给出的购买建议是这样的 如果你打算购买一枚简单耐用 又有点复古风格的通勤万表的话 真的可以在他们家B1系列中好好找一找 怎么讲呢 在两三万价位中 B1系列真的是一个宝藏的池子 买多买少 主要取决于你对这个风格的万表有多喜爱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这表之们新表体验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于B1 54型和小红盾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知道的我都会直接给你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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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